同学们感受到了自然的美景 也了解了象征着当地文化的土楼特色 同学们也通过参观吉免学村 了解了新加坡华人陈嘉康先生 为教育事业所做出的贡献 草州古城古色古乡的建筑 令同学们感受到了不一样的中华文化 同时也了解了古代政治家 文学家 思想家 和意义的生平事迹 当然同学们除了参观各种文物古籍外 也参加了一些轻松愉快的活动 请看采访报道 老师吃饭 大家吃饭 离开了土楼 我们来到大浦 品尝具有客家风味的米食 一桌子 倒地的客家菜 让我们垂涎三尺 蒜盘子 梅菜扣肉 清蒸鸡和酿豆腐都深受同学们的喜爱 有些同学是第一次吃客家菜 他们吃了后都赞不绝口 你最喜欢哪一道客家菜 我最喜欢的客家菜是梅菜扣肉 因为它肥而不腻 口感非常好 吃起来很软 我喜欢清蒸鸡 因为它的皮软 还有油油但不是很油腻 还有它的肉很鲜嫩 然后骨头也很少 所以我喜欢这道菜 谢谢 经理请您说一说客家菜有什么特色 客家菜呢 它是具有颜值颜味 可口可腥等美衣 它主要表现有几方面 第一呢 像它的选料呢 就必须是舒养啊 加重啊 这些没有污染的绿色食品 第二呢 它的亨制方法 像今天晚上的菜呢 它是以蒸啊 炖啊 还有那个包啊 比较多 这样才不会破坏它的营养和纤维 三是呢 它很少添加其他佐料 一般我们的佐料就是用什么 生葱啊 还有蒜啊 还有盐巴作为调料 时代变迁 客家菜也在不断创新 由于现代人对养生保健的意识强烈 目前许多地方的客家菜 已改良为少油少盐的客家菜 声音女校克洛 小记者李沃敏报道 我们在大浦吃了客家菜 那来到潮州 怎么能不吃潮州菜呢 卤水鹅 潮市豪煎 鱼碗紫菜汤 糖水地瓜芋头 都是具有潮州特色的美食 请您说一说潮州菜的特色 比如说卤味 我们这里的卤味呢 比别的地方比北方清淡一点 卤起来比别的地方好香 然后还有一些特色小吃啊 比如说萝卜糕 豪宅烙 五米果 咸水果 这些都是我们的潮州特色小吃 谢谢 大家吃饭 和客家菜相比 同学们到底更喜欢哪一种风味呢 吃了潮州菜和客家菜 你比较喜欢哪一种菜 为什么 我比较喜欢潮州菜 因为潮州菜鲜甜 但是客家菜比较咸比较油 谢谢 你吃了客家菜和潮州菜后 比较喜欢哪一种菜 我喜欢潮州菜 为什么 因为客家菜比较咸 我不太喜欢咸的东西 那个潮州的汤很甜 我很喜欢吃喝那个汤 好的谢谢 色香味剧全的潮州菜 让人垂涎三尺 同学们大饱口福 现在我们就要出发 去看潮州表演 再次感受潮州文化 等等 带扇头饰 穿好戏服 潮州是传承潮剧艺术中心 儿童艺术团的小演员们正在为演出做准备 虽然小演员们只有六到十二岁 但是演技精湛 你学潮州多久了 我学潮州三年了 你为什么选择学 因为我很喜欢妈妈带我来看 我想和他们演的样棒 看了潮州 你有什么感想 我觉得今天看的潮州 很精彩很有趣 这是我第一次看潮州 我最喜欢第二场 虽然我不太了解他们说的话 但从他们的动作 我大概了解故事的内容 中国戏曲博大今生 相信同学们以后在观看潮剧时 一定更懂得欣赏这门中国独有的文化 声音与小克洛小记者曾云恩报道 喝茶是中国人的一种生活习惯 为了了解中国的茶文化 导游带我们到茶博士家去品茶 喝茶前 品茶讲解员向我们介绍 魂香杯和品民杯 俗称老婆杯和老公杯 你们可以猜猜看 哪个是老公杯 哪个是老婆杯 然后 讲解员泡了几种茶让我们品尝 我们喝了茉莉莎茶 乌龙茶 乌尔茶 和花果茶 刚才我们喝了那么多茶 你最喜欢哪一个 我最喜欢是乌龙茶 乌龙茶的味道清香 我的胃也常常不好 乌龙茶会对我们的胃有帮助 所以我喜欢乌龙茶 谢谢 刚才您介绍了很多种茶 我最喜欢的是普尔茶 请问喝普尔茶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好处 好睡觉啊 没有咖啡因 晚上多喝一点可以好睡觉 肚子大大的也可以喝 能帮助减肥 很好的 茶文化的确非常吸引人 人们在泡茶喝喝茶的时候 能忘记生活中的烦恼 如果有机会和家人或朋友喝茶谈天 不仅能放松心灵 还能促进与家人或朋友的感情 为期六天的静如之旅 在欢乐的笑声中结束了 同学们带着依依不舍的心情 离开了中国 这次中国之行 使同学们获一步前 相信为同学们今后的华文学习 带来无尽的益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